为什么说EA是全美最烂的游戏厂商 因为玉碧在法国呀 这句话也经常被玩家们用来调侃这两家恨铁不成钢的游戏厂商 玉碧先放在一边 在今天的话题开始之前 我们就先来吐槽一下EA 说起EA呢 它的外号是数不胜数了 什么美国腾讯 工作室杀手 IP毁灭者 等等等等 远的不说 近几年的EA同样在花样作死 有这一群只知道挣钱 不懂游戏 也不懂精英的高层 真是一件令人绝望的事情 从质量效应丑女作 到今年的战地5 圣哥 EA在死亡的边缘 可谓是疯狂试探 不知道多少优秀的游戏 都被EA给运营毁了 令人记忆犹新的是2016年10月 EA几乎同时发售了战地1和太坦陨落 这两款自家的3A游戏 话说这两款可算是同类型的游戏 前有自家的大作战地1 后有老对手的使命召唤 《无限战争》 起步没几年的太坦2 无论是游戏的历史还是热度 都不是两位老大哥的对手 一款优秀的游戏销量惨败 实在是令人惋惜 发售于2014年的太坦陨落一代 在主机平台 是由iSports系主机独占的 机甲和科幻的主题 以及铁玉和太坦配合的玩法 也是备受玩家和媒体的好评 唯一的不足是游戏没有剧情模式 两年之后的第二作 完美地弥补了前作的遗憾 游戏的后期 当BT说出那句 和那句 尽管是别角的台配 依然能让人红了双眼 当最后BT为了救出库博 交出了历经艰辛得来的圣贵时 那种感觉真是久久不能忘怀 销量放在一边 在这场别具匠心的冒险后 我粉上了这款游戏的制作组 重生工作室 同时我也期待着BT这名战友的再次降临 但是没想到 大热的APAS英雄之后 等来的却是这一步 同时也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星球大战绝地陨落的武士团 在聊这款游戏之前 我们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个工作室吧 重生娱乐成立于2010年 虽然它成立的年份不久 但是它的实力可是不容小觑的 公司的两名创始人 分别是曾开发过如意勋章 以及COD系列的 Jason Wise和Winsett Sampeller 也是前使命召唤系列 IW工作室的创办人 两位大神在2010年的时候 因为COD续作等一些原因 被动视解雇 二人一合计 去他妹的咱们单干 于是带着一票小兄弟 在EA的资助下 创办了这家重生工作室 公司也于2017年 正式被EA收购 而今年更是用火爆全球的 泰坦世界观大逃杀类型游戏 APAS英雄 报答了EA的恩情 既然是行家出手 那我们也来看看 这款重生的星战游戏 到底有没有吧 本作和DES的前线系列 完全是两个风格的星战游戏 纯单机无内构 原理加光剑 试问谁不心动 游戏的背景是在 《星球大战前传3》 《西斯的复仇》 和正传《星球大战4》《新希望》之间 主角也是曾经的绝地学徒 卡尔·凯斯提斯 逃过了《前传3》中 令绝地武士几乎灭绝的66号大清洗 一直隐性埋名的 在布拉卡的《失荒者》组组中生活 在一次意外中 为救朋友使用了原理 从而导致身份暴露 引来了帝国判官 二姐以及九妹的追杀 二姐 九妹 这两个名字还真够随意的 在两位神秘人士 毕雷和格里斯·德里图斯的救助下 主角在密斯里 劫持了BD-1这个机器人 并且通过BD-1 得知了一位名为 恩诺科尔多瓦大师的投影 投影的信息 讲述了他把一个重要的拳系仪 给藏了起来 想要得到它 必须要找到三个择佛闲者的灵目 于是这部《星球大战》 只能陨落的古墓丽影 正式开始了 由于主角卡尔多年的隐性埋名 索学的能力也忘得差不多了 所以游戏中会通过特殊的事件 回忆起曾经索学的能力 随着流程的进行 主角也会越来越强 原力拉 原力推 绝地空翻 双刃光剑等等精简的招式 也将一一呈现 游戏当中 你可以看到很多优秀游戏的身影 如神海和古墓的探索 攀爬 解谜要素 而且人家可是星际古墓哟 另外说一下 由于本人的智商有限 感觉这款游戏的解谜 还真是有点小难 而游戏的贴枪跑 可以说是很重生了 瞬间有种不相兵库博的感觉 游戏的战斗方式 可以说是本作的一大特色了 有点类似只狼的战斗系统 游戏中除了血条之外 我们和敌人都会有一个驾驶槽 精准的招架会削弱对方的驾驶 打空驾驶就会造成伤害 当驾驶槽到底时 会有华丽的处决动作 当然游戏中也有一闪系统的存在了 在敌人发动攻击的瞬间 按下格挡 便可反弹敌人 用来对付远程的爆破兵 简直是爽到飞起 当然如果敌人是红色状态 那么只能闪避 不能格挡 最底部这里的蓝色条是原力值 释放原力 或者使用一些特殊技能会消耗 成功的打中敌人会增加原力值 战斗时加上原力的配合 可以使出各种炫酷的招式 这里也包括经典的锁猴 绝对可以让你过足绝地无视的瘾 游戏也有着类似黑魂的身影 如死亡掉落惊艳 类似元素瓶的镇定剂 以及类似篝火的设定 用来存档 恢复血条 或是学习技能等等 技能加点分为原力 光剑 以及生命三个方向 不过重生可没有攻击老贼那么恶毒 虽然是魂like游戏 但是玩起来还真没魂系列那么难 合理的利用原力和格挡 小兵小怪基本上也是挤刀的事情 并且为了照顾不同的玩家 本作的游戏难度是可以任意调节的 另外我们还有BDI这个小伙伴 随着游戏的进行 他会解锁各种实用的功能 例如全新地图 黑入 过冲 当然在解密环节中 也可以向他来求救 每次击查敌人 他会进行扫描记录 并支撑图鉴 供玩家们继续翻阅 这里感慨一下 同样是极大城 看看人家重生 再看看玉璧 哎 真是一言难尽 游戏的画面方面 可以说是非常的精美 尤其是第一章的质感 完全不出电影 每个可以探索的星球 都有着完全不同的风格 不管是丛林 岩壁 或者是雪山 都忍不住让人 狂按及图鉴 BGM更是妥妥的星战味道 而游戏的地图 更值得一说了 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 那就是错综复杂 层层交错 每层之间通过电梯 或者绳索等等连接 通过游戏流程的进行 主角会获得一些特殊的能力 从而开启新的地图区域 到达任务地点之后 会有捷径解锁 以方便再次探索 哎 有没有一种恶魔城的感觉 尽管游戏非常的优秀 但也称不上是完美 虽然故事主线是寻找古墓 但是过多的解谜 还是会让喜欢快节奏的玩家 稍有不适 尤其是刚刚亮出光剑 准备进入高潮 但是接下来的解谜环节 瞬间就让人给尾了下来 当然解谜要做多少 是个忍者见智的话题了 而实打实的问题就是 跳跃的判定 有些场景看似很容易 就会跳过去 有时要反复跳很多次 以及没有学会原力拉之前 抓一个绳子 也总会抓空很多次 奋力地打败了敌人之后 却一脚踏入了沟里 你说气不气 不过狭不言语 它依然是一部 非常优秀的动作游戏 有着明确的剧情 有着光剑和原力结合的爽快战斗 丰富的地图设计 还穿插着无缝连接的过场飞机 所以不管你是魂玩家 还是古墓玩家 或是星战粉 相信这款游戏 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在游戏的结局呢 制作组还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大大的惊喜 没错 就是你想的那个男人 记住消灭恐惧的最好办法 就是面对恐惧 千万不要逃跑哦 好了 这里就不多说了 最后聊点游戏之外的事情吧 星战的首部真人聚集 曼达洛人也在最近播出 不仅在国外备受好评 国内的某办案也给了9.4的高分 与此同时 大型天行者家族伦理剧的完结篇 星球大战9也终于在国内定档了 将于12月20日全球同步播出 如果你是星战粉 一定感觉爽到飞起了吧 好的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最后问一下大家 你觉得最好玩的星战游戏是哪一款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哦 这里是Game More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